《啤梨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老实说,这个世界上 说什么都好,生态最诚实的 有烈又老,有姜又醋 iPhone一出,这群人又去排队 排队有些是为自己用 更加多是想继续上去炒分算 要记住,香港那个都是阉割版 没有track gpt 大陆那一只,AI都没有 如果香港那一只,即是有AI,没有track gpt 它都吹枝荣木,所以预计有几千人赚 两三千人,你不是说买三摘机的吗? 不是,三摘机可以用来烤杯麵 三摘机,最好笑的 那些网友,张雍正那些剧照 看那些咒摘,真是三摘,你老母 笑死了,我都不想明 好了,说什么都没用 你问心,好像这一阵子那样 全世界的电动车,那些sales是这样做 那现在不要说是不是加不加关税 我很怀疑这些电动车 我不知道,没有这样的谋论 喂,你给些塑膠线你一祸 不断搞什么生生失策力 人家不敢用 你真是大脑子 好了,这一件事呢 我先说了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挺有问题的 包括这一个节目的主持 或者不是主持的意见 或者这个女孩 是什么呢? 从道卫里缘合教会会有主持的节目 爺教V-1-1-1 我觉得他也是一些不是那么古老石山 我要用这些词的人 似乎想贴地些 想去分享基督的精神 或者踢爆一些偽善等等的东西 要不然他不会连续两集 请了一个会堂的姐妹 当然是化名 陈安怡 安怡 说十六年前 年近十四岁的他 怎样被一个戀童教会的导师 有奸、控骗 目的当然是这样 但我看完整件案 我不知道林康正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喂,大哥 你是唯一一件事 就是他扔了十四岁的你 因为你十四岁了 你还没成年 但你跟他走了八年 这一句八年来说 我不能够说那个完全是 没有感情 或者是纯粹性 如果是纯粹性 玩不到八年 然后你就会 这些教会是衰革的 因为他太保守 他觉得不知怎样 都会告诉人 其实基督徒要杀戏 很奇怪 如果查 你不需要抱他 尤其是他不是神父 说一套做一套 不是啊 他不是神父 就是说这些人偽善 反而 反而 你直接说 喂 如果你说的术实 李兄姐妹 喂 我觉得因为他是犯法的 这件事情你要报警 不需要抱这个 所谓的 他又没有说是牧师 是教友 是教友 传道人 传道人 但是这个传道人似乎很有钱 那是不是因为他有很多捐献呢 那就不知道 是 如果不是呢 喂 其实跟我想说 我想想想 他 因为传道人和教会的关系 和你和 其实天主教也是一样的 不过那些人经常 因为平时讲到这么大 于是乎 如果爆出来 你老母 我们没有人回我们去教会 但是越是这样 这些事情就越来越多 其实我跟大家说 根本禁肉就是 屌你不忍正常 你说如果禁肉 屌你老母 但是为什么你一定要禁肉呢 因为禁肉 是牺牲很大 我不吃肉 我不屌欺 于是他才有一种光环 好像是侍奉神 那样的 如果又屌欺又行的 屌你老母 但是人性来的 所以我觉得在泰国 在日本做和尚 他们做出家人是否好些 那他屌欺不会是屌神 是 我都不明白 我当然是不明白 洒气 屌你老母 上去说什么 我还是俌婚 你老母 你老母 和尚厉尾姑 你可不可以神父吊修女 天公地露 和尚厉尾姑 这是什么 是不是 跟着你 那你俌一下 神父吊尼姑就可以 是什么 和尚厉尾姑 可以 达姑妹 可不可以 和尚厉尼姑 根本什麼都沒有阻礙,真的沒有阻礙 好了,我們看看這件事 這個陳安怡 他說小學六年級就開始回教會 2008年,他那年只有十四歲 即是1994年出生,今年30歲 他十四歲三十之前 在教會場合認識了任職中學教師 當時擔任教會青少年教師的 C化名,當然是 對方當時已經三十歲 你十四歲會選擇三十歲的兒子 三十歲的兒子和十四歲 那是否算戀童呢? 一定是犯法 是否算戀童呢? 就看你十四歲的法律是怎樣 十四歲和十一二歲是不同的 十四歲可以屌裂 這幾步都很重要的 好了,他們兩個人經常講電話 關係慢慢慢慢就越來越密切 越來越深入 越來越深入 安妮說 覺得很好靠 多數都會感覺到 自己好像對這個人有些感覺 十四歲生日之後 阿C跟她說 其實她有未婚妻 安妮又覺得 是否自己回錯意 於是乎刻意跟她疏遠 但是 這個時候 阿C 這個三十歲的教師 開始不斷發 SMS 表達愛她 展開追求 其實 沒得抵擋 十四歲成頭才 我三十歲的男人 有一天 教會旋拜完之後 阿C約她吃飯 然後 駕車上飛鵝山山頂 途中 她收到一個學生電話 她專門打開一個speaker 說 喂,我現在不方便說電話 我跟女朋友一起 收線之後 你一招很高 安妮問她 你為何這樣說 阿C說 因為我真的當你是我女朋友 然後 他們就湧問 從此 他們展開了八年的不倫關係 這傢伙都挺厲害 是 但是其實說真的 八年 你可以說是不倫大 其實 你情我願 真的 浴城計劃 你情我願 她說 開始拍拖之後 阿C經常抱下去 掃背等等 就是一定有 情侶來的 開車的時候 她又要求安妮 主動摸她下體 這樣開車 這麼危險 危險駕駛 然後給她一些性暗示 當時 剛過十四歲生日 沒有女兒的她 都同意 為什麼 因為當時我是真心愛她 而且阿C 家境婦女 有一天 趁家裡沒有人的時候 帶她回到家 入房間上床 想脫她的衣服 安妮不斷掙扎 差不多兩個小時 工人回來的時候 阿C先停止放棄 老實說 她很尊重你 你問我 我說的 兩個小時 你在房間上 十幾歲女 我三十歲人 我兩分鐘就能碰你 是吧 她當然是尊重你 所以是 半逼之下又哄一下又哄一下 這樣才有兩個小時 不然我就說 啪 看見不見 啪 兩下 鳳眼拳 這些位置 即是我們吠這嬰兒 她說是酸的 啪 即是腳軟的了 不然 要你老是 要不要來 不然這樣 好了 她很尊重你 好了 接著 工人回來停止 當晚 去Yahoo的私人 向她發出信息 說 希望我們下次 對這件事有多些共識 不用浪費那麼多時間 這樣說 好了 好了 兩個人第一次發生交 關係了 終於 竟然是在教會的廁所 藍廁 還要 安兒說 當時 阿絲經常抱著她 說 我覺得你的身體 你的狀態 比很多成年人 更加 well prepared 更加好準備 來幫忙 當時兩個人拍拖幾個月 一天下午 阿絲約她回教會 入了藍廁癡 帶上病毒 那你怎會入藍廁癡 你是同意入去的 OK 她戴上病人套 接著 就用觀音助連的方式 進行交合 那就是說 阿絲就坐在那個 刺板上 拉著刺板上 坐在馬桶上 然後 她 觀音助連 大家各位網友 記住 這個姿勢 是要女人主動坐下去的 是吧 嗯 她不是這樣 是 你坐下來 坐下來 是這樣的 好了 一開始 她就立即超級痛 立即超級痛 其實一痛 你就自然反應 你現在坐下去痛 就起床了 但是 阿絲說 按著她 你不想讓她起床 我感到痛 真的 這樣老實說 按著她 不要緊 不要動 等她定一定 你不要動 我九龍丟 都會有這些經驗 等她定一定 不要動的時候 你這樣 突然 阿絲 你做甚麼 你會去荊州二哥馬中間 第一次坐 即是第一次坐連家痛 當然 其實 其實你第一次 你真的 應該 如果在藍廠也好 漸進聲 不是 在後面 後面也好 在前也好 你倆 扶下 又要扶下 扶下 你倆 喂 那樣子容易嗎 你倆倆 為甚麼第一次要有良好記憶 你倆 你倆 可以 沒什麼 然後又小小小頭 又說說我愛你 又扶下扶下 喂 你倆倆 你倆 我告訴大家 只是 握著她在扶 不要進我 你都扶她十分八分鐘 十分八分鐘 對 你扶得那麼多 入少少 入個勾頭 一半勾頭 然後 其實那裡沒有什麼 OK 等她慢慢適應 入多一點 扶一下扶一下 什麼戲都看 好了 於是 完事之後 安兒起床 立即有血流出來 整個腳都是血 好像流產一樣 師父害怕 她說 哇 沒有想過你流那麼多血 之前我和其他人第一次做 都沒有那麼多血 說這個 光之高手 來的 說真的 各位網友 你們聽爹地叔叔說 其實不一定有血 但基本上 如果真的第一次 百分之 八九十其實都會有血 但又不是很多 因人意義 因人意義 又不是很多 這個很奇怪 這個我懷疑 其實是有點擦損 因為她第一次這樣 硬來的 不是只有處理膜 那個血 因為那裡 不是很多 譬如你說 有人擺一塊布 擺紙巾 幾滴紅藥水 你屁股 他現在是血流如珠 OK 好恐怖 然後 安兒說 當時她只有十四歲 幾個月之後 差不多年底 阿絲生日那天 未婚妻跟她分手 未婚妻跟阿絲分手 因為未婚妻 覺得她有第三者 安兒當時覺得 她還好 好吧 我現在起碼不是第三者 更加放心這段關係 阿絲繼續跟她 繼續拍拖 又繼續拍生性關係 OK 好了 有一次 他們去裝修一個單位 因為阿絲原 阿絲家裡有錢 爸爸原來是上次公司的總經理 又曾經在某大學 評語會主席 咦 OK 送了一個複式兩層的單位 就給阿絲將為結婚居住 當時兩人拍拖差不多一年了 阿絲有一天帶她去參觀 那單位還在裝修 又沒有床 又沒有家具 周圍充滿灰塵 阿絲在這樣的環境 都繼續去搏 周圍充滿灰塵 她帶我去這個地方 純粹為性交 當時十五歲 其實很奇怪 嘩 走了成年 不過阿絲呢 她家裡有錢 但畢竟她都是全部人 她未必有去叫雞 所以都經常 她未必有去叫雞 所以都經常要搞她 否則我覺得成年 有沒有這麼好玩 當然一年搞幾次 搞幾次都很難 不過OK 一年搞幾次都更新鮮 有感情因素 因為如果沒有感情因素 一次就沒有新鮮感 她帶來這間屋 都不是純粹想搏東西 想曬一下東西 或者你跟我吧 這個決擇 說實話 這個問朋友突然又去到這裏 你說如果正常來說 我沒有這些經驗 我先說明 正常來說 沒有感情關係 出去玩 一條女兒你診得幾次呢 即是如果很適合Key 你便 兩三次都會有的 兩三次 但是呢 即是我講的老友 她是老友 不要開她的名字 她叫做不過三 不過三 更喜歡的不過三 為什麼呢 因為人有感情 她是怕三次之後呢 就會有感情 那我心想 老友 是沒有感情的 十次都沒有感情 十次都沒有 根本沒有十次 不過有些女兒呢 都會是你隔 不是 有些女兒 因為有些女兒好唱 或者貪方便 不是有些女兒是這樣的 即刻即到 有些女兒呢 為什麼呢 她跟你合拍 還有呢 有些女兒呢 就算你已經唱過幾次 真的覺得沒有一個新星感 但是過了三五個月 她就這樣說 突然想想想 嘔你了 不要 打過電話 嘔你了 好像嘔你了 好像嘔你了 都好多 但是想想想 都幾個 就是會這樣的 就是這樣 她就立刻OK了 是啊 試試彈彈 嘔你了 好手都是肉 OK的 好了 阿安儀說呢 阿司戀童瘋狂 整天上飛鵝山車鎮 甚至乎有一次被警方折柴的時候 那時候還未救十六歲 其實那次警察這樣問完他們 就放他們走 如果我是警察 就抓了他 很有問題 她說今年三十歲的安儀 今年四月十一號 首先在這個Fresh公開了這個 性侵的經歷 於是乎這個節目 就找他 喏 她說 這個世界對性侵害者 在性侵有太多cancellation 是的 但是 我真的想這樣說 這一個算不算是性侵害者 你算不算是被性侵害者 他衰實 他衰實 這個肯定是 你算不算是被性侵害者 即是如果雙方說都走了八年 如果最後結婚 可能是同一個故事 那就特首就做了 是的 即是做行政許醫生員 喂 然後你現在覺得出來說 是我懷疑 被人知道不光鮮 於是乎 我想將我的東西share出來 讓其他受害者有勇氣 我都很想要求 即是說你不要覺得那些教會全部 那是另一個角度 你就不要說這個 這個就是另一個me too 他會 他會有什麼問題 一個人除了催省之外 八年 只要繪英繪星 講到他們兩個人拍拖 熱戀階段 如果你不是十四歲 那時候是十六歲 當然是到處去打招呼 男女拍拖就是為打招呼 男女拍拖 講講就講我什麼的靈性交流 講就講什麼的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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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甚至乎要跟他吵架 甚至乎吵架 吵架 那女兒也想吵架她的合法地 不會被人視作淫婦 說跟姐妹說有人要 有人吵架 根本就是了 吵架你不要說什麼 然後又說什麼 吵架你了 哎呀 我希望呢 我能夠get rid of這件事 對我的影響 吵架你了 我真的覺得很 我真的受不了 其實你問我反而 喂你不要bring the rhythm 她是不是什麼rhythm呢 她是好早的性行為 好了 另外 觀音娜梁家爆身刹案 因為我嘉賓來了 我就長話短說 我覺得這件事 是有點kick的 為什麼呢 話說 觀音娜梁家 即是她媽媽 觀音娜的婆婆 她叫盧少鳳 死了 現在就是欠盧少鳳的家產 為什麼呢 觀音娜的婆婆有四個女兒 大女兒叫麥銀契 二女兒叫麥銀麗 麥銀麗 麥銀麗就是觀音娜的老母 三女兒叫麥麗萍 還有拉女兒叫麥美華 現在就是大女兒 三女兒 還有拉女兒 OK 要求法庭裁定這個遺囑無效 為什麼呢 這個遺囑呢 她媽媽 即是 觀音娜的婆婆 竟然將所有的物業 OK 就交了給她的馮名業的男人 而這個馮名業的男人 是觀音娜的老母的男性友人 我不知道是男朋友還是什麼 男性友人 另外呢 她之前呢 生前呢 也有些樓賣了 OK 買了一套那些燕呢 有幾千萬呢 就給她一個公眾名的人 公眾名的人是誰呢 即是觀音娜的親大哥 即是說呢 大女麥銀嫡 三女麥麗萍 還有拉女麥美華 覺得 為何媽媽 過生之前的東西都變了 即性格都變了 而有些東西 竟然會 給了 義房 即是義女 麥 明麗 麥銀嫡 兒子 還有她的朋友 有些 一個叫奉 不是奉偉業 奉明業的人 OK 那 我也不想說這些東西 因為其實這些真是清官難審家庭事 但是呢 是有古怪的 正常來講 不應該是這樣給的 為何呢 袁告說 媽媽過生前三年 無端端搬來她原本住的單位 就跟麥銀嫡住 即是跟她兒女住 自此之後 性情大變 那 那 說她呢 經常指責那幾個原告 即是大女 三女 細女 又說 那三姐妹 沒有跟她給白內障的手術費用 好了 然後呢 她把放租的 她有很多物業收租 她一向呢 就找三女麥麗萍的老公 幫她收租的 就果由這個馮銘嫡幫她負責收租 那 那 即是她們當然懷疑 法庭 即是希望法庭判斷媽媽為足事的精神狀態 當年懷疑 是有人因為謀著媽媽 不是很多 但是有幾千萬 還有多個物業 那 的 財產 老實說 一向原來有些物業就是那三女婿打離開 一搬進去 二女 就是 觀音娜的媽媽 之後就形成大變 而觀音娜的媽媽 就安排了觀音娜媽媽的朋友 叫馮銘嫡的人 就跟她拼護鼻子 但是拼護鼻子極 會不會給她的東西呢 而不給那幾個女兒呢 這些真的有很久 這些 OK 休息一會